很多人去到烏拉圭都會馬上想到 上去首都現代化城市的蒙特維多 但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喜歡找復古風情的小鎮 就可以來到這裏 科洛尼亞 科洛尼亞早在1680年 已經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 開始在這裏發展這個港口 去到1777年 西班牙就將這裏再殖民 雖然現在烏拉圭已經獨立了 但這個小鎮仍然保持著 當年兩個殖民地色彩的風情 這個地方在1995年 亦都被劃入為 聯合國教科文世界遺產的名單裏 今天我們不如去復古小鎮看看吧 這條街叫做炭色街全烏拉圭 沒有聽錯 是全烏拉圭最古老這間屋 就在這裏了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看吧 這間屋之前經歷了這麼多代 曾經是農民的屋 看到這間屋裏還是保留著原生的外場 可以看到石頭涉及涉及用來連接的泥土 來到舊城區其中一個拍攝熱點 就是這個在1694年建的聖芳製修道院為止 另外還可以過旁邊燈塔 巴羅 上到去燈塔 可以看到整個舊城區的面貌 還可以看到那邊 Rio della Plata的風景 有很多手工藝品 有飾物、擺設、還有彩繪瓷磚等等 一定可以買到特別的手信給朋友仔啦 鎮上面有不同的餐廳給你選擇 有裝修雅置的餐廳 還有Live Music給你聽 對著河頸的露天茶座 還有地道街頭小食 烏拉龜土炮、漢堡包 和麗麥克風 每一款都不能錯過 好好的 我喜歡 我喜歡 那 t b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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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